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我是亮仔 最近我们看到了中国猪团反腐取得的重大进展 包括杜造财在内的多个猪协高层都接连被查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猪协多个部门的一个整体的工作也因此受到影响 很多一把手的工作都需要专门专人来进行负责 所以近期呢,国家提议总局特别安排了七个人组成的工作小组 奔赴这一次的猪协来完成相关工作的推进 而且在另外一方面,在最近国家提议总局召开的反腐大会当中 还特别点名表扬了一些骨干成员 那么其中高宏波和孙文他们都收获了很好的喜讯 接下来和各位熊迷具体分享一下 首先我们了解一下,在中午12点根据媒体的报道 最近国家提议总局召开了反腐大会 在这一次的反腐大会当中,有两点非常值得关注 第一点就是在会上通报批评的李铁、程序员这些人做过的一些违法乱纪的行为 直言他们严重影响了中国足坛的进步,中国体坛的进步是非常恶劣的 另外一方面,在这一次的会议当中,他们还重点表扬了六大部门的很多的骨干成员 盛战他们在这一次的反腐调查过程当中,经受住了考验 没有和李铁他们同流合污,值得点赞 那么在这里面就包括了高宏波和孙文两个人 所以这一点其实对他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 能够受到总局点名表扬,也证明了他们这些年所做的工作没有白费 另外一方面也证明他们出淤泥而不染,这一点是非常难得的 那么除了这一点好消息之外,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知道 其实在最近这一次的一个主要任命当中 不管是高宏波还是孙文这一事,其实也收获了一个好消息 就接下来他们都会负责各自擅长的一些工作领域 来重点推动工作,这一点在过往是完全不可能得到的 此前由程序员杜兆台他们掌管整个中国足协之后 其实高宏波和孙文两个人是被边缘化,也没有太多实权 所以也起不尽那个圈子从而保全了自己 那么这一次在这些众里虫都接连落网之后 他们这两个人才终于等到了一个用武之地 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所以一方面孙文得到的重用 接下来将会重点负责女族相关的工作 另外一方面高宏波在最近的话也被宣布 接下来会安排我们竞赛部以及裁判部门的一个相关工作 那么他们这两个人都得到了重用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喜讯 其实在此前我们很多球迷就期待这两个足球副主席可以得到重用 但是无奈的因为杜兆才这些人在这里的话 阻碍着他们的一个整体的施展 所以在这些害虫都接连清楚之后 他们终于能够好好地表现自己的一个实力和能力 助力中国体坛进步 这是一个非常欣喜的消息 也只有说让这些真正真正抱有初心的足球人去推动着中国足球向前走 我们未来才会有希望 我们中国足团将来才有机会能够重回巅峰 这是我们一集以来希望能够看到的景象 所以希望高宏波他们几个人一定要加油 不负重望 好了本期视频就来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